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果然是厲害的 仲然是面對著現在這個困境也好 他仍然可以連環出招 使得拜登疲於不明 在今天 亨特就透過他父親拜登的所謂過渡團隊 發表了一份聲明 在這份聲明當中 亨特自爆 原來他現在被特拉華州的檢察官 在調查當中 究竟他被人調查什麼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亨特在他那篇聲明當中提到 說在這星期二 獲知特拉華州檢察官對他展開調查 他說已經極嚴肅處理這件事 而他就有信心 專業和客觀的審視 將會顯示得出 他是依法和合適地處理他的稅務 包括的就是專業稅務顧問的得益 他就沒有具體地交代到 究竟別人調查他什麼 不過有些媒體就從消息人士的渠道得知 究竟亨特被人調查什麼 我們稍後再說 在這篇聲明當中 拜登過渡團隊就說 亨特撐過了很多難關 包括在這幾個月以來 他遭受到的惡毒人身攻擊 亨特在困難當中變得更加堅強 拜登就為亨特感到驕傲 這些完全就是 毀過於人的說法 你有什麼可能在這篇聲明當中 明覽你的兒子 或者是寫這些東西出來 喂 現在你的兒子被人調查 就已經證明得到 人家是有合理的懷疑 和初步的證據才會調查 要不是調查什麼 是不是 你現在還說他做得好 做得對 難道 在過去的半年以來 所有媒體針對亨特的指控 全部都是流的 全部都是假的 純粹說這是人身攻擊 哪些是人身攻擊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無論是拜登或者是亨特 每次有那些媒體 指控他們干犯了某些什麼行為的時候 他們從來不會主動自己走出來澄清說沒有 就算特朗普在總統辯論會之上 當著拜登面 質問他關於亨特的醜聞 拜登也是一句 說這些是假的 拘捕過就算了 他們完全不敢來觸碰這些東西 純粹是靠著主流媒體和科技巨企所管理的社交平台 去幫他們遮醜 包括通過演算法 壓縮醜聞的觸及率 又或者在別人貼了那條新聞下面 說這些報導是未經證實的 諸如此類 這些就叫做什麼 養不教負之過 你亨特現在所干犯的行為 難道拜登完全一點都不知情 十件當中起碼有三四件你也知道吧 不可能完全不知道 只是說一件事 你亨特去追求大嫂和大嫂有戀情 這些就已經離開了 是超越了人倫關係的底線 我以為看劇集才有 以前大家族的 TVB那一套 我以為萬子良和李美鳳拍的劇才有 現實也有這麼荒謬 拜登就是完全做不到修身齊家 是不是呀 你怎樣自國平天下 其他的都不要說了 自己的家族都教得太糊塗了 現在你還說 這個亨特就是 熬過了很多難關你 為他感到驕傲 難怪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做老爸他都不懂得教兒子 可想而知 如果被他管治一個國家 會變成一個怎樣的樣子 說回這件亨特的案件 霍士新聞引述一些消息人士指出 亨特就是當局的所謂被調查目標 什麼叫目標呢 即是說那個人 就已經有很高的可能性 已經是乾犯了某些罪行 而且一個消息人士還提到 亨特所牽涉到的可疑活動 就是涉及來自大陸和其他國家的資金 而這個調查組在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霍士新聞也引述了兩個消息來源 今次當局的調查 是檢視過有一部屬於亨特的手提電腦 那麼這部是什麼手提電腦呢 其實就是說FBI在去年 去一家電腦維修公司 所獲取的那台手提電腦 即是後來紐約郵報 他們就說 這部手提電腦裡面有什麼電郵 有什麼驚人的照片 即是那台手提電腦 現在檢視完之後就發現到 有些新的證據 所以現在的調查就有所進展 另外CNN他們又去報導 他們說什麼呢 就說調查人員正在了解 亨特和他的合夥人 有沒有在跟中國 或者是跟其他國家的 商業交易當中 違反稅務和洗黑錢的法律 另外CNN又引述了一個消息 在部分受到調查的交易當中 所涉及的那些人 引來了FBI在反情報方面的憂慮 而調查人員其中一件關注的事件 就是2017年 當時亨特就在邁阿密和葉簡明來會面 當時葉簡明送了一顆2.7卡的鑽石給他 其實這件事就是人所共知 不過現在又抄出來講解 現在大家聽完之後就發現 主要是查到他關於稅務 或者涉嫌洗黑錢的罪名 其實 這些舉證 比起其他指控 是方便很多 而且簡單很多 比如說之前紐約郵報 或者是朱利亞尼 他們曾經對亨特 作出了很多不同的指控 但是那些指控所牽涉到 調查範圍太大了 如果只是調查稅務 或者涉嫌洗黑錢 就容易很多 好了 至於其他指控會不會再查下去呢 我相信 如果是由特朗普成功連任的話 就肯定會打爛沙盆敏道督 查過水落石出為止 這個亨特就難免會再次落獲 如果是由拜登上台的話 由他來委任司法部長 他委任FBI局長 你說會不會查 只要看拜登過渡團隊的聲明 就知道答案 還說他是勇敢的 為他而驕傲 還查一條毛嗎 就算是查都是象徵式 查完之後說他沒有問題 那隻 其實 根據多家的媒體消息都說 調查就在2018年的時候開始 因什麼解救現在忽然之間會有一個新的進度出現了呢 看得到這件案件在加速當中 我又不是很相信有一個說法 就說現在亨特只不過是跟司法部在夾雞搞大龍鳳 到最後就是查不出什麼真相出來的 我不同意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無論是拜登也好或者是亨特也好 他們就很忌諱別人提及他們的醜聞 或者提及到他們的 牽涉到大陸資金的瓜葛 一提他們就不想說了 顧左右而言他 如果一起辯論的時候就回答 總之就不要提 現在迫到亨特要通過他老爸拜登的過渡團隊發聲明 其實就等同於自爆 自爆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想把震撼降到最低 把傷害降到最低 通常自爆的目的就是想做到這樣的效果 與此同時 雖然那個司法部長巴爾 就不可以算是什麼的忠臣 經常去跟特朗普抬降 有人已經傳出過消息說 這個巴爾準備要辭職 但是始終來說現在還是特朗普執政的時候 所以不排除司法部裡面還有很多有心人 想查這件案件 尤其是霍士新聞提到 說他們引用的其中一個證據就是在去年 FBI查獲的那個手提電腦 這台手提電腦正正有很多證據在裡面 如果是有心的話就可以查到很多東西出來 當然FBI一直都不是很有心機查 如果不是就不會說去年已經拿到這台電腦回來 一直都沒有進展 現在忽然之間有進展 究竟原機在哪裡呢 這個FBI的局長已經是長期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 不知道他現在身處何況 之前很多人都在Twitter上有問這個問題 局長就不露面 但是現在特拉華州的檢察官 他下面那些馬仔就可以 檢視這台手提電腦裡面的內容 是否是意味著 其實FBI已經是被特朗普擺平了 搞定了 我不知道 這個純粹就是我自己一個 邏輯推演而已 未必是的 可能仍然是一個獨立王國也不奇怪 但是 總之現在這單案件 很離奇地 就是有一個進展出來 無論如何都好 反正現在這個調查進展 就是對那些主流媒體 和社交平台 刮了一巴掌 證明了 無論紐約郵報也好 或者是特朗普的陣營也好 他們對於亨特的指控 你就不能夠完全說人家是紫虛烏有 生安白做 無中生有 如果不是這個特拉華州的檢察官 就close file 不用查查什麼 沒有什麼好查 如果是假的還查什麼 怎麼會還有進度可以讓他查出來 如果紐約郵報所報的全部都是留的 作出來的 早就已經被人告到接賣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